說回這宗案 最後是用什麼方法去初步估到死者的身份 其實警方調查一個案件 他都是會去犯案現場 或者在單位住的人身份的背景去調查 很多時候可能是同事 在感情或金錢上高的瓜葛 在這個案件亦有一個失聚聯合報告 所以警方都大概知道 估計到他是誰 在整個調查過程中 老師說他們發覺死者身上高的牙齒 有很多曾經補過牙的跡象 所以他們拿了失蹤者的資料 去比對死者的牙齒上高的記錄 他們就知道死者的身份 在這個情況下 不一定找到死因 即是他都應用到這樣 是的 這種情況和一些白骨案 腐化了 剩下骨案我們看不到 除非他身上高是有些很明顯的傷痕 例如他頭被人打過 穿過洞 或者是他被人用刀 或者用銀子襲擊過 臘骨穿了 那你才能估計到 可能當時他受過一些 重物的撞擊 剛才說到 我是初步推測到身份 據我所知 其實有些法醫有些方法 百分之百肯定死者的身份 重視得頭 沒錯 其實我們還有很多其他方法 我們可以大約去重組死者的樣子出來 或者嘗試去證實他的身份 一種方法我們都偶爾會用的 就是一種叫做麵形重組方法 麵形重組方法 是不是就是這個 是的 我們就是有死者的頭顱骨 我們會估計他生前肌肉的厚度 然後就慢慢去製造他的樣子出來 很多時候人們會問 我怎知道那個人是高尉肥瘦 他的樣子很不同 是的 其實很多研究是做過的 以前的研究就是 簡直是把那些死屍人捐出來 然後我們用一些針去量度 不同的體型的人 那個臉部、肌肉、厚度 是 也都在全世界很多地區 我們用不同的種族 不同居住的地方的人 的肌肉、厚度是做研究的 譬如在內地 北方人、南方人 每個地方他們都做多研究 就說我住在廣東省 廣東省的人的平均的肌肉厚度有多少 我們有個表去看 這個藍田的 是的 北京的 接著之後科技進步 我們可以用超聲波 我們可以用一些CT的人照CT之後 他們可能頭有事的照CT 照完之後我們就知道有些資料在 我們就拿出來 compare 我們怎麼知道肥瘦的厚度有多少呢 我們在現場找到一些衣服 如果衣服很窄 底褲是很窄的 就知道它不會是肥的 如果衣服是闊的、大的 我們估計它是肥的 那卡剛才提到的方法 如果撞症是孖生姊妹 或者孖生兄弟 那就會認錯人了 當然可能性是一定有的 因為它們的骨 所有東西都因為大家的DNA是相同的 就算DNA也是一樣的 那它們可能真的有一點混合 但是如果我們再做多一點調查的 它們的指毛是不會一樣的 很多研究部都知道 還有指毛成因是因為它們在媽媽的肚子裡 它們手揮一下揮一下 就形成一個壓力產生的指毛 哦 原來是這樣的 所以孖生的 即是同類孖生的 即是同類孖生的 都不同的 另外就是牙 對 因為它們兩個 就算吃東西的習慣一樣 可能鑄牙的醫生做的事是不同的 那如果給它拿科紀錄的 那它們兩個會有不同的 我見很多考古學家 即是挖到一些的骨 都是重組幾千年前的人的樣子 那些是否都可信性很高呢 其實這個綿形重組方法 以前開始做 就是專門做一些木乃醫 做一些考古人類出來 那時候它沒有什麼資料 那時候沒有超清光 沒有人讀針 不過它大約估計它應該大約什麼厚度 剩下的樣子就虛虛而生很多 除了這個面型重組方法 又有沒有其他方法去看它的樣子 或者是猜測它的身份 有 當然了 我們有兩個方法就是 如果我們大約估計到死者的身份 即是剛才我們提過 那時候警察去做一個調查工作的時候 他都大約知道失蹤者是誰了 我們可以把幾個失蹤者的資料 大家一起比對 比對 是的 可能我們有些失蹤者生前的照片 或者他之前生前的X光片 那我們就嘗試把X光片 或者把照片重疊 其實我們用Photoshop 即是這個就不同 由骨頭推敲的樣子出來 是的 這個就是先有結果 是的 我們有很多possible的結果 那是不是真的這張照片 是的 其中這個Case 就是香港發生了一段時間 你已經是一個名模 在他家裡 發現了一副已經腐化了 變成白骨的屍體 當時警方沒有投稅 不知道那個死者是誰 當然啦 你在那個死者居住的單位 發現他很大機會就是死者 所以警方就找回一些資料出來 找回一些生前的照片 找回一些他在急診室拍過X光片 讓我們嘗試去比對 我們就是把那個失蹤者的相片 放大它 放大到同那個頭顱骨 是同1比1的size 就是一個比對 嗯 再加上那個角度 對 加上那個角度 我們把照片拍在一起 就看看眼耳口的位置 是不是符合 這個就是叫做 相片重疊 那就真的發現是剛剛好 塌塌塌的 塌塌塌的 但這個當然是其中一個 在他的案件上的懷頸數 還有他的牙科紀錄是非常陳全的 哦 香港多不多用這個方法 香港做這個相片重疊方法 都以前都幾多的 那會多失蹤人口 不 以前去嘗試找一個人的方法比較少 那現在現代的就多了CCTV 嗯 當然又多了DNA 是 現在五方發明了很多 那說回這宗案的最後是怎樣的呢 因為有人死了嘛 那這對男女最後都要負審刑責 那被判了坐牢 那樣的 但是最曲折的是 他們兩年之後就上訴 而女方突然就攬了所有罪上身 而男方就只剩下一個 妨礙死者合法下葬的罪 那她的機留時間剛好悶了 那就當庭釋放了 而女被告就被改判誤殺了 其實這宗案有些特別的疑點 所以那個男被告後來 只是被判其他罪行 因為第一 是現場找不到空氣 第二 就沒有人看到是誰殺死的女死者 還有第三 在現場找到的空氣清新劑 因為現場屍臭很重要 只有女被告的手指毛 所以疑點歸被告 那個男被告 只是純粹被控告 妨礙屍體合法下葬的罪名 除了容詩那一刻很轟動之外 其實男主角的魅力 也當年成為了茶餘飯後的話題 有女人就為了他死 有女人還要為了他坐牢 還要在他坐牢的時候 來探監那個社工 也被他追上 然後還結婚 陸詠 你覺得怎樣看 我覺得怎樣 什麼做到嗎 對 是不是很帥氣的男生 有沒有陸詠那麼帥氣 就是不帥氣 真的好像是叔叔那樣的 就是這樣 其實 你直接說吧 不是 差不多這樣 我覺得大家可能為這件事 加了一些神秘色彩的 首先你不可以說那個 有一個女生為他死 不是為他死 如果你為我死,你肯不肯死 不是的 她是因為不小心爭執中 可能不知道怎樣被殺的 但是將他化成他願意為他死 不是的 她不想 無論如何 那些女生都是因為他而有爭執 也因為他而發生了很多故事 我覺得他令我想起一件事 是 叫做Pick Up Artists 有沒有聽過 什麼意思 其實這個詞是說一些很操控 別人心理和腦子的活動 的男人 後來也有女性的 他就很懂得把別人洗腦 他不單是懂得說話那麼簡單 他是懂得用心理的陷阱 可能偽裝自己很脆弱 然後又變成自己的形象 其實好像很神秘 但又欲求顧重那些 那些女生就變身一個聖母 他想去治療他 是的 所以其實通常騙到女生 不是英俊、有錢、有益 反而是拿到女生的同情心 或者捉到女生的心理 是否學到一些東西 我結婚也只是同情我 是嗎 我受了這麼多情傷 都是因為這樣 是嗎 但無論是因為什麼都好 但我們最不想看到的就是 當然有人被你殺害 你以為很完美的方法 在法醫眼中 只是一個愚蠢的笑話 是否這樣說 天望恢恢,疏而不留 謝謝 建國屋 展瓤 展瓦 谢谢观看